好 好 OK吗 好来 我用几个东西把它讲完 我说这个这个 我每次在讲那个 伤火要并列被保险人的时候 参与公司常都跟我说不用不用 Van啊没有人这样子 我常常会去批改客户 如果我客户告诉他房子租人 或者他跟人家租房子 我都会去要求他把房东 不管他是房客或房东 他的房子租给别人 我都会 对不起刚 你们在看那张的时候是大的画面吗 好了还好这还很大只 我把画面切回来一下 那个 你们 好 算了我直接这样讲 就是如果你们有客户是跟人家租房子 那不管你的客户是房客或房东 那通常建筑物会有火险不管住火或伤火 对不对 好那我经常会顺便去做的事情就是把建筑物的火险批改 把房东房客都放进去 但是保险公司常常都不愿意配合 或者他们都说没差了没差 好那我终于在前几天在一本新的书上看到这一段话 好 好 字太小了 我会把它放给你们看 人猪人为列民共同被保险人会出现一大堆问题 来 好 来这个企业对于所拥有的 好 这样看 我把刚刚那一课本的那本书的这个部分 那个把它做成投影片给大家看 来企业对于所拥有所有权的机器设备或营业身材 可能会因为贷款或管理的需求通常会买火险 但是对于成租的建筑物 这个企业跟人家租屋的建筑物常常会忽略 除非出租人 房东要求成租人的安排保险 到这边可以吗 这个字的大小 如果这样你们是看现场是看到 线上是看到 没有声音了 老师可能拉到线 老师想让他被消音 老师想让他换这只 老师想让他换这只 老师想让他换我一下 老师想让他换我一下哦 老师想让他换我一下哦